炒蒸干 炒蒸干是山东的一道名菜 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有 鸡干150克 鸡蒸150克 焦白25克 青豆25克 水发木耳10克 酱油25克 金盐2克 醋15克 葱末5克 蒜末1.5克 姜末1.5克 清汤50克 烧酒10克 湿淀粉25克 花生油适量 味精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将焦白切成象眼片 鸡蒸 去掉蒸皮 一片鸡蒸 然后刻上一子花刀 切片 鸡杆片成1.5毫米的片 与鸡针一起放入碗内 加入青年 味精 少酒 淀粉 然后抓匀 把清汤 味精 精盐 少酒和酱油 放到另一个碗里 对成芡汁 鸡针 把炒勺放入旺火上 倒入花生油 烧至八成热 把鸡针 鸡干 下入炒勺内 用铁筷子拨散 加入切好的胶白 黑木耳 青豆 然后倒到漏勺内 炒勺内留底油 放入葱 姜 蒜末 爆出香味以后烹醋 倒入调好的芡汁 倒入鸡针鸡干 然后翻动均匀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炒蒜干的特点是 芝色红润 蒸脆干嫩 咸香微酸 清鲜是烤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